這台胎壓蒸熱器,是可以用太陽能發電 所以你若是綜合第一次先給你最100 然後再來就可以把電線拔除 拔除以後除非你是長時間不開車 沒有日照 不然其實它的電如果有日照就可以撐 都可以完全免接電,可以撐蠻久的 然後,自動感光,夜間會自動亮背光 所以其實裝好還蠻..怎麼講,就是懶人版的啦 然後車子靜止不動,它會十分鐘以內就會關閉 所以車子不開,它就會十分鐘以內會變成待機狀態 待機就是也是低耗電 然後我現在已經等了大概八九分鐘都沒開 等一下應該它就會熄掉 然後你車子開了 車子有在動 它裡面有G-SENSOR,它會自動感應 感應你車子在行進間 像現在就已經自動關閉了 然後如果我們車子發動 行進間 它感受到有震動 它就會自動開機 我現在來試看看 然後四個外置,輪胎外置的那個發射器也是 輪胎有在轉動的時候它才會發射 所以不會平時如果車子靜止,它是發爆氣是完全不會耗電的 好,我們現在來開車試看看 它自動就開機了 很方便 裝好幾乎你 都不用理它了 設定完畢以後 連號電也都不用管 因為它是太陽燈 好,OK 測試完畢 測試完畢